今天的课题是 反语词六 不 丁一文继续来一个短讯 就说 我想到不是所有词语都可以加上 不字就是说有相反的意思 给我一些例子 例如 有的反语词 不可以说 不有 对呀 出 可不可以在前面加个不字 来到代表相反的意思 可以呀 那 那首歌 给的反语词 是什么呀 是 入 入 的意思 是不是 不出 不是 是六 为何解呀 嗯 不出 是说 原本就是在里面 不是向外走 好咯 那 入呢 入 入 是说 原本是在外面 现在就要进入 现在就要进入去 就不可以说是出的反语词啦 嗯 我明白啦 那首歌的歌词 有两个字的吗 有啊 安全对危险 优点 优点对缺点 晴天对阴天 严寒对温暖 这四对反语词里面 有没有一对是有问题的呢 你是不是说 严寒对温暖呀 是啊 我觉得 严寒的反语词 应该是 严热咯 严寒对温暖 那为什么不是温暖呢 严寒是说 非常寒冷 那为什么你会认为 严热才是严寒的反语词呀 严热是说 非常热咯 这样 起 程度的比较来说 你是说得对的 啊 不过我又有一个问题哦 严寒 的反语词 可不可以是 耗热啊 这个都 可以接受啦 这样 嗯 晴天 的反语词 又可不可以是 雨天啊 对啊 所以 一个词语 其实是可以有 多过一个反语词的 我知道啦 好啦 反语词就说完了 我们今天再见啦 拜拜 小朋友 又到了做练习的时间 我们给以下的词语 我们给以下的词语 找一些反语词 好吗 嗯 我们看看题目先 先进 第二个是 敌人 第三个是 秘密 第四个是 快乐 好啦 我们一起做一做个练习 先进的反语词是 落口 敌人的反语词是 朋友 秘密的反语词是 公开 最后 快乐的反语词是 悲哀 各位小朋友 今天的课程就完结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